近处的中国队,他们都经常要应付 好像这些麦多帕工房,来回是经常出现 平时训练都... 这个球最后准备漂亮了,日本队,踏了一个中路 绝对要赞了,日本队,通过了一路的多帕,攻了很多板,又转防,防又转攻 最后都是比南华队稳固一点,而且杀出这个这麽漂亮的中路球 我看见这个球也是自己的失误,南华队 16-5 不是很防得住 看來南防隊要在前場多些功夫 積極少少破壞對手進攻的節奏 在防守一定要多些擋抽 最主要是通過一場前場接叫 多些撥中場和兩邊要平快些底線 令日本隊步快要加快 令他們攻得不太舒服 因為看來日本隊都很上力 狀態很好 恭喜上來的球很硬 而且南防守信心不足夠 如果仍然是這樣 節奏一板一板打 第一局沒有不止 第二局都是冷過水 第一局一定是放棄的 第一局一定是 第一局一定是 常常出现多拍 如果是可以追近一点 对于南韩队的信心会有些帮助 起码追近一点 起码大家的感觉接近一点 第二个一开局就可以容易开局一点 真漂亮 刚才这位后面一个高大一点的位置 就是环南令街 因为他可以中场球 跳向后的发挡力 打得这么厉害的球 这位就是田井水熙 反手抽出来 由中度硬抽出来的边线位 这位日本球手的力量非常好 这位浮世都非常大 21比9先赢第一局 就是田井水熙和环南令街 刚刚在铁丝上面 21比6 应该是 浮世一阵先 浮世回来和大家看第二局 我和大家看南韩的何晶恩和金敏晶 对着日本的藤井水熙和环南令街 这一场旅商决赛 南韩组合有点令我们意外 因为第一局只得了6分 看看第二局 他们有没有机会 真的打得更好 黄色衣服是南韩的何晶恩和金敏晶 黄色衣服是日本的 藤井水熙和环南令街 真是想不到球手失了信心 或者状态稍微不够好的时候 差别那么大 而且是南韩球手 这两位球手 虽然没有李孝征 他们这么有名气 以及李敬元带的 都算是新京八战 这个球很漂亮 对 哎呀又去到最后 机会来的时候 最好机会就打失了 连续两个沙中路都打得很好 是 嘩 后cup 這位藤頂瑞熙 殺出來又勁又有速度 而且球路變快又好 藍航隊就真的 對手是攻得好 但顯得是消極的 防得來都是 見他步法都是消極 而且藍航隊很出色 一件事就是他們 在手中反攻的技術 意識是相當好的 經常可以在防守 接殺的時候 就破壞對手進攻的連貫性 有硬有軟 擋一下網 又抽一下兩邊 但今天好像很呆滯 兩位球手站到硬一硬 直來直去的球 那裡是2位 5-4 按照計如果開局能夠開得這麼好 都是有機會追得回一局先的 因為 常常都說 我們說 如果第一局贏得這麼輕鬆 但第二局很困難地開局 其實都 这段时间的感觉挺不好受的 转变这么大,力量日本队可能会 打上来可能会很容易出现很多失误 刚刚这个球队仍然可以压着攻 这些球起码要这样,两边要抢网,两边要平均 不过很可惜这个球太漂亮了,这个球刚刚好精彩 其实何正恩已经是 金敏正恩在前面已经抢了个不错的网 金敏正水很快出手,把球撥回来 一直抢两边 这样就好些了,就是抢得开,令到日本队一路快速移动 这样就难杀很多 一定要在防守里面,这个意识要积极 哇,太精彩了这个球